今次想跟大家說回資料性的東西 如果大家買了Deluxe 版 Vest One 有Figure 版的話 三隻召喚獸其實是一開始已經可以獲得到的了 就是在System 裡面 DLC 我之前猛盛盛盛以為DLC是其他東西 就是在DLC 裡面就可以獲得到三隻召喚獸 而且在第二章開始已經可以用了 在第二章初期Jesse會送一顆魔法石給我們 然後大家可以把你的召喚魔石都裝在武器裡面 就是每一把武器可以裝一顆召喚魔石 如果你有三個角色的話就剛剛好 三隻召喚獸都可以裝了 但是今集的召喚系統比起之前是差很遠的 因為之前喜歡就可以出的了 現在召喚獸是需要儲存的 所以如果你打出小兔的時候是用不到的 當然啦,如果你在第二章會有一個小Boss 即是在第二章的尾段 其實使用條件都很苛刻的 首先要觸發到有共鳴 然後他還要儲存那行東西 然後你才可以叫他出來 我故意留下大佬不殺 打算讓大家看看召喚獸是怎樣的 出來了!小六行鳥! 居然真的很少啊 完全載我自己不出 召喚獸的作戰條件都挺可噛 因為還要扣ATB 所以在使用上真的需要習慣一下 不是吧,小鳥哥 你扣得他8... 哇,糟糕了 咦,這東西是扣到106 怎麼搞的呢?我真的不太知道他怎麼玩 哇,我快死了 小鳥哥,再給你一次機會吧 不要令我失望 他是不是扣了他? 沒扣到 好啦,他臨走了 臨走是會出一招 他認為是最厲害的招贏 真的可以搞得好 初次使用,召喚獸是難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小雞 第三章你接了NPC的任務之後 他會送一顆洞察的技能魔石給你 而我會給大家一點建議不要太快完成這個任務 因為現在大家需要練魔石和武器 雖然你完結了這個任務後回來都可以繼續打 但是因為你這個任務會出比較密的魔物 所以你練完武器才去洞察魔物 然後再交任務 就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這樣打錢也會多一點 比起你回頭再打 是會多一點的 所以我練完武器才去做任務 然後就可以直接傳送回來了 找回NPC 現在就可以買魔石 它這顆自動療傷魔石好像是不錯 而且有100元 你都見到我了 我已經打到2000多元就可以買多很多東西了 所以這條片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這樣去儲多些錢 小力 根本上你就老鬱我 老鬱我在這裡生活 你以為我真的這麼想在貧民窟裡生活嗎? 我當然想住樓上 別玩 融入這裡還要 唉 這條尾數 我差點忘記了 好啦 一度店に戻る? 一度店に戻る?